Hello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鬼 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让我介绍我的新专辑 Deadline背后的故事 20年我开始初步有这个想法 要做一张证明我自己 或者是说去做我喜欢的音乐的 这么一张非常系统化 而且有串联性的这张专辑 20年开始一直到今年 中间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的瓶颈 大概从这张专辑刚开始创作的时候 我大概有整整的半年 是处于一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就是我每天都写歌 基本上就是一周能写三四个demo 但是我最后全部都废掉了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在应该怎么做 才能做到最好 因为我太想追求完美了 我太想追求一个让自己满意 让大家会喜欢的东西 所以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完全处于一个停止不前的状态 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后来觉得说 毕竟是乐队 毕竟是摇滚 可能全靠我自己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去发挥的很好的 所以找到了乐队 那跟乐队在一起 音乐是活的 而这个时候 我进步了一个阶梯 就是我感受到的音乐的活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突破了一个瓶颈 但是又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写出来了一部分歌 比如说像霍杨少年 比如说像Shinning in the Dark Super Vidden 我写出了这些歌之后呢 我开始坚定 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 但 我又进入了新的瓶颈 就是我发现 我一直在原地打转 我不管怎么 怎么想要去创作好的歌 我永远都活在自己的阴影里面 我永远走不出来 因为我好像眼界 被什么东西局限住了 然后 我就开始放手 我就开始真正不管这件事情 然后就到了 二十一年的年底 这段时间我在干嘛呢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是听 看 去了解 去学习 既然我要做这个音乐 我就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我就要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我就要知道 前辈们是怎么做的 我就要去学习 更多关于这种风格的资料跟知识 大概到了二十一年的年底 我正式开始动工这样的转机 我大概前面的时间 我全部都是在写 作废 写 作废 都不是我想要的 第一首歌叫做《未明星星星》 但是我在写这首歌时候 我又像以前一样 我想把它丢掉 因为我告诉你不对 我要做朋克 我要做一个非常有态度的音乐 这是什么 这太温柔了 不是我想要的 丢在旁边 不管它 然后我就开始写第二首 我希望我永远也不知道你的那些破事 写完破事这首歌 我发现 我好像进步了一个新的阶梯 我突破了那个瓶颈 然后我给我的制作人听 他也说 这首歌跟你之前的demo完全不一样 你已经知道什么是 捧客 你已经知道什么是这种风格该表达的那种东西了 我太开心了 但这个时候又进入了一个瓶颈 我开始焦虑了 我开始焦虑 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够好吗 我开始怀疑我自己 我一边觉得 哎 好听 这首好听 哎 这首也好听 但是我在想 专辑有十六首歌 我把这些歌全部放在一起 大家会不会听得很皮 会不会很乏 然后 就开始进入了新的瓶颈 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要做重型 我想要做重金属摇滚 然后开始有了生死有命 而这首歌呢 是我大概 过完年回来之后 最想写的一首歌 但它可能不是第一首完成的歌 但是我最想写的一首歌 因为我觉得 我那样的风格很多 我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有一些困难的部分 但是我克服了 我做到了 我喜欢的重型的音乐 但是我发现 它是很酷 它是很帅 但它细腻的部分也少了很多 细腻的部分 我就在讲细腻的部分 好像 好像好像很早很早以前 我有一首很细腻的歌 叫做 为民间写封信 然后我就又把那首歌拿出来 然后我就发现 这首歌刚好是这张专辑里面没有的 结果这首歌就拿出来 放在里面 而且这首歌是我这张专辑第一首写完的歌 就非常的顺理成章 然后之后呢 我就放弃了做重型的想法 我觉得酷跟帅已经表达的够多了 我现在需要一些温度跟温暖 然后就开始写死线 然后就开始 就大概基本上在 今年就陆陆续续的完成了 对 就是说专辑 就是在发的那天 晚上 我就一直告诉自己 我要睡觉 我要睡觉了 不能再熬夜了 大概已经四点多了 然后我要告诉你 我要睡觉了 我要睡觉了 然后 就死活睡不着 是那种 你闭上眼睛 你能听到你的心跳 然后我说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 我说冷静一下 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 现在很好 你已经做了能做 放松下来深呼吸 然后就是 跟门门 然后又坐起来 然后开始喘气 你知道吗 就开始喘气 然后再 躺下去 然后就大概到了 六七点 我睡着了 但是我订了闹钟 你知道吧 我订的是九点半的闹钟 而且我订了三个 九点三十一个 九点四十一个 九点五十一个 我怕我自己睡死过去 结果发现 我根本睡不死 就是怀疑自己 因为 就是 因为受到的 舆论和 波动 越大 越大 你即便 是一个 身经百战的人 也会 不相信自己 有那么一瞬间 而我就是 好像 在某一个阶段 我会特别的怀疑我自己 因为有的时候 我会因为我喜欢的热爱的一些事情 去抛弃掉一些 一些部分 而那个部分是正是所有人 大家看起来 好像都很好的一个机会 但对于我来说 我会因为我喜欢这件事情 而去放弃那个 而这个时候我就会 我虽然说表面上我真的很不在意 我说我不去 我不要 我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我重要的是我的音乐 我虽然表面上这么说 而且我会装作非常坚定 但是 我还是会 犹豫一下 我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 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确定一定要 一定要这么做吗 但是 但是我最后是选择 相信我自己所做的事情 对 因为我觉得 没有付出就没有得到 所以 我会想坚定我的选择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是 你一直在背着一个石头 很重的石头 那个石头是你自己给的也好 外界给的也好 你一直在背着它往前走 然后你有一天 突然把这个石头放下来 你会觉得 我怎么这么轻啊 你觉得我肩膀上 少了点什么 但我现在 在每天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自己 冷静下来 对 因为你知道 当一个人从一个 非常非常焦虑的状态 非常非常忙 非常非常着急的一个状态 突然回归平静的时候 是非常不适应的 我现在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是 我已经做到 我能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去玩 去放松下来 让自己享受生活 我几乎是 睡觉前我必须得看一遍 就是我睡觉前必须得每首歌听一遍 然后每天听 我会每天觉得今天是这首歌 明天是那首歌 我会觉得我今天用一首歌代表的话是哪一首歌 你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种满足感 就感觉你自己做热爱的事情 你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太开心了 我其实并不是很希望说 就是无脑彩虹屁 你知道吗 就是说好棒啊 怎么样都很好 我其实更希望大家的是去了解我 去感受我音乐想表达的部分 18岁的时候觉得酷是外在的 现在觉得酷是内在的 在我意识到人格的重要性的时候 总是觉得好像你要足够叛逆 你要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跟全世界对抗 与全世界为敌 你才是多酷的一个什么什么样 但是后来发现 就对于我想要做的事情来说 更多的表达是 你自己真正做到了 就那种是不是给别人看 是给自己看的东西 我想过 30岁的时候还像现在这样 对就是依旧这么造 依旧这么叛逆 这么不要命的去玩 对 因为我经常有人听到一句话跟我说 他说 你现在 还小 你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 等你再大一点 你都不会再去干 你不会再想去染头发 你不会再想去怎么蹦 你到时候你就会是一个 哦 怎么都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 我就觉得不 我就觉得不 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对 我就觉得 就包括我看我很多 乐手老师也好 很多的朋友也好 就 就可能以前是 就是很有范儿 很有很有很有样 但是可能 岁数到了可能怎么样 就是 我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 我现在要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不 我觉得不 我就觉得永远要那样去做 对 我更加明确地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嗯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经常会别人说这个好呀 别人说那个好呀 你要去做呀 你要怎么怎么样 但我现在更加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自己 对 我现在非常的明确 并且 并且 不去后悔 对 就 不要往回看 就往前看 对 因为 就算 掉入爱情的苦海 也会成为这片海洋的主宰 我觉得这句歌词 当时我心想就是 我是一个情种 OK 我是一个情种 你可以伤我几百次 我就算是当作一个田狗也好 我掉入这个 坠入这个深渊里面 但是 你相信我一定会爬起来给你看到 我一定会主宰这场 爱情的战役 你那种感觉 我觉得又中二 然后又角度 他的角度又很有意思 他的爱情观又很有意思 同时又很 朋克 其实是的 但但其实这种并交 其实是属于反差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那种 失恋的听最好 就别人把你甩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走吧 爱咋咋地 这么说好像写这首歌 有点逞强 你这么看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杜伟 不 不是 一定不是 还在嘴硬 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 就是关系特别好 然后呢 有纹身 然后 有耳洞 长头发 躺那个女朋友 然后很长时间了 然后 他妈妈说 你这个男朋友 看起来不太OK啊 就是怎么怎么样 家里就不接受 家里不接受 他就跟我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说了之后呢 我就觉得 哎 很有意思 我说 那我就写一首歌 叫做 他妈妈是我们八字不合 哇 我做梦 我到现在做梦 都还梦见我有一天变成蜘蛛侠 我幻想我每天要隐藏我的身份 有多难 就是 你明明知道 就是 但是这个很炫 你又不能向别人炫耀 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太难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有一件这么炫的事情 我是一个超级英雄 但 别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还要默默地去拯救 拯救那些人 然后我还不能露脸 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真的太难了 我英雄救美 别人又不知道我是谁 我救他干啥 我必须得让他知道 我想办法 我想方式的法 得让他知道 第一天我就先拍个照 发微博 我是蜘蛛侠 我觉得我能控制水 我洗澡的时候经常 现在有的时候也想试一试 可以从我的指头上 这样流下来 然后就觉得 小时候不懂 小时候就觉得 蜘蛛侠超级英雄 长大之后就发现 其实就不可能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 像这样的 太不现实了 所以我更相信 有一些灰色 灰色的东西 对 就他非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就不管是小丑也好 衣服做也好 他们两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执着 而且在走一条 就是他们在另辟蹊径 就是这点是太打动我的一点了 就是所有人都朝你身后走的时候 你一个人在往那个方向走 这就是 他们身上我所看到的一点 就即便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错的 就即便在电影里面你都是一个反派 但你还在这么坚定 这么执着的去追求 你所热爱的事情 你所想要做到的事情 你所想要做到的事情 所有那么多东西 都是很主观的当下的想法 我应该知道吧 退退退 那除开就是对螺丝粉说退退退 你还想对什么说退退退 疫情 疫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